第九百三十九集 猫呢 此刻 方平还不知道那边发生的响起 只知道大战爆发了 可他没找到那只猫 这让方平很无难 追杀他们的九品 足足十五人 没有大猫帮忙 他和李老头再怎么爆发 也不可能是十五位九品的对手 这边还在想着 下一刻 方平脸色巨变 该死 又有九品入狱了 那边四十人 如此强大的契机 传荡千里 个别人入狱 方平此刻未必可以感应的 可数十人 他感受得到威胁和压力 又有人入狱了 老张让我引诱数百九品 现在真超过一百人了 方平都不敢相信 这一站从原本计划中的 十八位九品 站到现在 进入的九品差不多一百四十人了 而魔都这边 人类也是从一开始的几位九品 到现在的几十位 大战已经完全脱离方平的预期 这些家伙 来我这边啊 方平脸色再次聚变 一旁 李老头回头看了一眼后方的追兵 此刻的他 直接拽着方平的胳膊 自己不飞 而是让方平带着飞 可以节省一点气血 而且方平有九品战靴 速度更快一点 本源党都难以追上他 可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他也感应到了玉海山方向 一群强者朝这边移动 怎么办 李老头问了一句 方平气急败坏道 您是老师 我是学生 该我问您怎么办 话落 补充道 我才二十岁 我皆是少 李老头差点拍死了 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逼逼这个 二十岁怎么了 呀的 这次这场大战 还不是你组织策划的 现在达到了这地步 你得负责 我只有一道老张的分话题 实力不弱 老张的分话题 干掉一个本源道 或者两个弱酒品 是没问题的 方平想了想 忽然道 也许 可以试试本源道弱点攻击 不过我不知道行不行 李老头 本源道的弱点到底是什么 他真的不太懂 大家一直都在说 五道存在缺陷 而本源道缺陷 那就是最致命的危险 所以大家都怕被人知道 本源道缺陷在哪 可武者 在方平看来 到了九品镜 今生都大成 入身无缺陷 哪来的缺陷可言 如何有弱点攻击艺术 李老头迅速道 所谓本源道缺陷 其实是精神上 和意志上的一种缺陷 比如你 你其实有缺陷存在 如果这时候 有人当着你的面 击伤了你的家人 你会不会疯狂 甚至失去意志 这个 这个算自己的弱点吧 可这应该不至于 影响我的战力 也许 我会爆发得更强 李老头 尽管不知道 他有什么办法 可大概知道 他可能会发现 对方的本源道缺陷所在 继续道 这些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本源道其实是 额外的掌控 一批力量的存在 本源道是大道 也是钥匙 开启额外力量的钥匙 它所带来的增幅 其实是另外一种 力量的馈赠 你发现 本源道的弱点 可以想办法 封锁它的力量来源 小子 我这么说 你能明白吗 本源道的力量来源 无形无致 我们不知道 究竟从何而来 可你一旦发现了 对手的本源道缺陷 也许 可以封锁出 这股力量的来源 甚至是搅乱这一切 让它自身 被这股力量反噬 到时候 对方动用本源道 非但不会出现 力量增幅状态 反而还会被 那股力量冲击 如果原本增幅 五万卡气穴 也许这时候 你得拿出 五万卡气穴 去抵挡这股增幅 方平眼神一亮道 这么说 一旦发现了缺陷 搅乱了这股力量来源 他们还得靠自己 去额外镇压 这股力量暴动 不错 李老头严肃道 现在你明白 为何大家不敢轻易 暴露自己的本源道了吧 大道有缺陷 武者或多或少 存在一些缺陷 多少而已 有些人大道宽广 缺陷少 你知道了缺陷 用处也不大 因为你无法撼动 有些人缺陷明显 一旦被你发现 轻易撼动了这一切 到时候 他们麻烦就大了 武道缺陷 力量反噬 方平忽然道 那武者不能弥补 这种缺陷吗 可以 这就是本源道强者 在走的路 他们一边在走本源道 一边也在填补这些缺陷 相当于一边铺路 一边修路 我说的明白一点 一开始啊 大家铺的路 倒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 可能哪里就有个大坑 有个断沟 后期 他们会不断填补这一切 将本源道 绣成水泥道路 绣成本儿马路 知道了吗 越强 缺陷越少 嗯 可以这么说 哦 明白了 方平忽然道 老师 您带着我飞 距离他们千米左右 别被他们追上了 我试试看 后面这十五个家伙 五个本源道吧 差不多 这五个本源道 要是出了问题 被我们干掉了 那剩下的十位弱九品 老师 您能干掉几个 老子战利无双 堪比顶级本源道 一砍五都行 别吹 老师 这时候不能吹 会死人呢 放心 一砍四绝对可以 方平狂翻白眼 好 算你打四个 还有六个呢 这都不算那些本源道了 自己可打不过六个弱九品 这些人一起爆发 六个打他 那也是绝对可以打死他的 方平撑死了 对付两位弱九品 当然 真要拼消耗 缠住三位也许也是可以的 不过还差了点 可惜 黄金乌炸了 要不然 现在困住两个弱九品 没难度 剩下的八个 勉强也能打 再说吧 老张的分化体还在呢 方平管不了那么多了 下一刻 一把拉住了李老头 大声道 别把我弄丢了 我去他们的本源道中 探探情况 李老头如同听天书一般 啥意思啊 你去他们的本源道中 看看情况 他们的本源道 你都可以进去看看 方平确实懒得说什么 迅速看了一眼自己的数据 看看财富值够不够多 财富 三亿八千万点 其他的 没变化 想当初他从禁区刚出来 那可是十几亿的财富点 方平觉得 自己修炼到绝颠都够了 现在 方平都快哭了 这一战还没打结束 又要破产了 这一次打的消耗太大了 没办法 参战的强者太多 他光是不灭物质 那都是万元万元的往外给 没他这样不计代价的供给 老张还想打这样的大仗 做梦吧 前前后后投入多少了 起码投入了六万元的 不灭物质进去 对九品强者而言 没死的话 撑死了花个一千元不灭物质 可以恢复伤势 相当于六十位九品静的性命 这真的是拿钱换命 没有大量的不灭物质 谁敢那样用破灭之力战斗 早就耗空了一切 别人没打死你 你自己把自己给耗死了 不太重要了 我可不能死 我死了别的不说 这一战下去 花过这些九品都得玩犊子 方平确实无比重要 无他 这些家伙这次都是不计一切代价 消耗不灭物质在战斗 他死了 没人提供不灭物质 战后就是个大问题 今生不存 这些人都会和魔武老校长一个样 除非老张去打劫戒狱之地 要不然 九品静 恐怕有一个算一个 接下来都没办法晋级了 所以方平其实也肯定 他真要危险了 老张也许会马上入狱救他 可最好不要 人类现在其实也是两头胖 老张心里发狠 要砸桌子干一次 可他又很挣扎 这时候砸了盘子 那接下来 人类就麻烦了 花国舞者 再也别想去其他地窟了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绝路的时候 老张其实不想打破绝颠 不对绝颠之下出手的约定 哪怕地窟真亡 其实也没这方面的想法 双方都有些顾忌 担心一旦彻底打破规矩 那绝颠之下的人 都会随时面临死亡 一个只剩下绝颠的世界 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此刻 方平也不愿意 老张这时候入狱 那代表 以后华国舞者只能困手一地 无法再出战了 这会造成其他舞者 无法再提升境界 所以还得自救 方平没再多说 他得靠近对方千米 才能做到窥探 这一点他大致有数 无味 要是都是最弱的那种 那就是五千万点消耗 要是强大一点 那可能会很高 不过看样子也就一般 应该要不了一一点 方平不觉得这些人会消耗太多财富值 一一点撑死了 试试看 方平也不再废话 陡然看向后方的一位本员道强者 很容易看到 没办法 人家强大 速度快 就在前面 我去 下一刻 方平忽然骂了一句 垃圾 此刻的他好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眼前是一条破破烂烂的阳长小道 二百多米长 又一米宽吗 这什么破玩意儿 看着眼前的泥巴路 方平无限地吐槽 这是本员道 别开玩笑了 方平唯一看过的就是老张 那条万米长 无限延伸 无限宽广 无限光明的通天大道 那才符合他的想法 那才是本员道 可面前呢 昏暗的天地 仿佛在混沌中开辟了一条勉强 可以通人的小道出来 寒酸的无比 而且是越来越窄 一开始还有一米宽 等到后期 方平看到两百米外 路都被堵死了 两侧如同墙壁汇合一般 直接把路给堵死了 无路了 这也配叫本员道 这也配叫通天大道 路都走死了呀 一辈子恐怕已就这成就了 除非继续开辟出来 可这情况越走越窄 能开辟得出来吗 方平严重怀疑 不过这时候 他也没兴趣管这家伙了 一个走出二百米本员道的家伙 实力算不上弱 还算可以 可本员道真的太匮乏了 方平没再废话 迅速张望起来 四周一片黑暗 唯有脚下有条泥泞小道 方平此刻就站在起始点 想了想 方平踏出了第一步 正是踏上本员道 这一刻 方平眼前一花 好像看到了什么 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 本座要成就真亡 怀王都能成就真亡 本座也可以 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念头 开始冲击方平的脑海 方平晃着脑袋 实际上此刻在这儿 并非他的真人 只是一股意志力罢了 不过方平还是有些受到了冲击 难怪老张说 当你开辟本员道的时候 四面八方会有一切乱七八糟的念头引诱你 成为真亡 一定要成为真亡 唯有真亡至高无上 这家伙的信念 方平觉得还是不错的 不算太杂乱 毕竟能踏入本员道的 肯定都算意志坚定之辈 就一个念头 想成为真亡强者 顺带着鄙视了一下怀王 一边走着 方平好像看到了一位舞者 在黑暗的虚空中 混沌中 挥舞着斧子 开辟一条道路 也就是脚下的本员道 那道开辟道路的舞者 也就是方平观察的这位舞者 他正在黑暗中开辟道路 这就是本员道的由来 很简单的意志 变强 这么说很多强者都是这种想法 所以意志足够坚定的话 就可以开辟自己的本员道路了 方平心中存疑 没感受到什么特殊的地方 是这家伙的道路太简单了吗 方平继续走着 忽然 方平眼神一动 前方一百米左右 道路好像有个缺口 太难了 绕过去吧 当方平走到缺口附近的时候 一股念头冲击着脑海 那位本员道强者 好像在虚空中喃喃自语 昔日 开辟道此地的时候 这人 好像动摇了 一百米左右 对方动摇了 之前还是一米宽的路 从这个缺口开始 就越来越狭小了 缺口之后的道路 在方平看来 陡然缩小了一半都不止 我不如怀王 不如其他真王 我不行的 太难了 我没办法继续走下去了 绕过去 再开辟一点吧 变强一点就行 真王太难了 变强真难哪 真王道路 走不到尽头了 不是我弱 是真的不行了 方平脑海中 一阵阵声音响起 都是那位强者 在自言自语 并非真实存在 而是一种意志残存 昔日 此人道路开辟到了这儿 开始动摇 否定了自己变强的决心 得过且过 自我满足 再也不愿意再走下去了 只要强一点点就行 不需要太强大 而方平发现了一点 当这人说出真的不行了的时候 泥泞小道上 那个缺口 出现了力量的溢散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 无形无挚 可的确有溢散的感觉 通过那个坑洞 在不断地蒸发 有点意思了 方平有些意外 力量蒸发了 此人自我否定了自己的道路 所以力量增幅削弱 他虽然走了200米 可还真未必可以达到 0.2倍的增幅 因为他的力量溢散了很多 那我又该怎么样 才能让他的力量反噬呢 方平有些疑惑起来 他现在唯一发现的就是 对方的本源道 到了100米左右 出现了力量溢散 源于对方 对自我道路的否定和放弃 可缺陷就是这个吗 难道我出去大吼一句 你是个懦夫 他就废了 不至于吧 这也太简单了 另外 本源道开辟好像不难了 这家伙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就是一心想变强 于是踏上了本源道 可之后自我否定 又断了自己的道路 不对 方平忽然倒退了几步 接着南南道 本源道 本源道可不是路啊 铺路的这些泥土 好像是一种特殊的沉寂 岁月 经历 意志 底蕴 方平忽然一脚踩了踩泥土路 接着 虚空中出现了一些画面 一个少年挥舞着长刀在习武 面色坚毅 酷死之前的那位开辟道路的强者 真的蕴含了对方的记忆 这是他年轻的时候 习武时期的经历 本源道原来是一种底蕴的鸡肋吗 方平若有所思 少年在挥舞长刀 面色坚定 而此刻方平也发现了 地下的道路 相当凝稠 少年时意志坚定 所以才有了如今本源道的成就 从少年时期就一心变强 前半截的道路还算开阔 直到年老时岁月流逝 再也没了当年的坚定意志 动摇了本心 本源道从那个时候起就有了变化 方平观看了一阵 觉得有点收获 可又觉得没有收获 这家伙的本源道太普通了 感觉不到什么 不过那个大缺口 真的是存在的 自我否定了自己的道路 那我该如何做 才能让他出现本源道混乱 方平有些不解 就在这时候 方平眼前一黑 下一刻 方平发现自己 还在被李老头拖着跑 这么快 方平心中暗骂 太快了吧 我都没看到什么 这就完了 接着方平急忙 看向自己的财富值消耗 一看 有些无语了 一千五百万点财富值消耗 就这么个玩意儿 还要消耗自己 一千五百万点财富值 感觉亏大了呀 不过后面追杀的那家伙 好像一点没察觉到 还在追杀中 方平马上传音道 老师 我去看了对方的本源道 好像没看到什么 就是知道他走到一百米的时候 自我否定了自己的道路 出现了力量易散 这有什么用啊 啊 李老头差点惊掉了下巴 差点从空中掉下去 开什么玩笑 这小子真跑去看了 这是什么逆天能力啊 没见过